受Delta变种病毒的威胁,佛州已经成为美国的重灾区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在8月1号的新增个案就占了全国的两成 美国CDC也指出,Delta的传染力完全不输给水豆 每一位可以再传给8到9人 拜登要大家快去打疫苗的其中一个诱因是户外面戴口罩 CDC5月时还加码,说打完疫苗,室内室外都不用戴口罩 但过了三个多月后 让美国防疫政策法夹弯,是因为Delta变种可以一传九传染力堪比水豆 Delta variant是一种玩意试 而在这个情况下,不就是我们疫苗或疫苗或疫苗 打完疫苗就不用戴口罩的美梦被Delta彻底毁灭 全美过去七天平均新增确诊 从快要六万例激增到七万多例 新增确诊最多的第一名是佛州 第二德州 再来是加州跟路易斯安那州 七月初佛州新增确诊还只有一两千例 接着一路飙升 到三十号近一天暴增两万一千六百八十三例 刷新最高记录 新增确诊患者有不少是未接种者 但这之中有很多是还不能打疫苗的十二岁以下 成人跟孩童的确诊率几乎一样高 但佛州州长认为规定孩子戴口罩的 效果有限 跟佛州一样要让家长自行决定 要不要让孩童戴口罩的 还有新增确诊第二多的德州 疫情反扑让不少乖乖听话去打疫苗的美国人相当愤怒 认为都是这些拒绝接种的自私鬼危害到认真防疫的民众 Michael住在洛杉矶四月打了交生疫苗 两个礼拜后他跟朋友共四人去听演唱会 结果大家都染疫 六月加州州长才在环球影城说 加州要展开新的一天 但六个礼拜后疫情升温 加州新冠住院人数六月为一千两百人 七月却增加到快四千人 全美完全接种率为百分之四十九点五 差一点点就要过半 防疫专家佛奇对此有信心 认为应该不会重演风尘噩梦 但打了两剂还是有可能染上Delta 七月麻州群聚感染有百分之七十四的确诊是完全接种者 因此有越来越多国家开始要来打第三剂对抗Delta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英国就警告说新冠病毒要是再继续变种的话 那么死亡率可能会上升到三成五 于是就发现明明打了疫苗还是会确诊 按照专家的说法 这个是变异病毒株呢 对于疫苗跟药物的抵抗力更强了 也就是所谓的抗原飘移 交给一轮 新冠肺炎的致死率 如果从七月中的研究报告来看的话 大概是平均百分之二点一六 但现在英国紧急情况的科学咨询小组就有论文 认为接下来的致死率有可能更高 他觉得会出现一种致命率跟MERS相似的新冠变种病毒株 那MERS的致死率又是多少呢 摊开数据来看是来到了百分之三十五 SARS则是百分之十 那如果从现在的百分之二点多提升到这个 那当然就相当可怕 为什么他会这样觉得呢 因为他认为对疫苗药物 现在这个变异病毒株接下来 抵抗力一定会更强 甚至对于已接种疫苗的人 死亡率也会增加 那优法原因当然目前还不晓得 但他们推估说 像是Alpha有可能跟Delta 以及这个Beta跟Delta 有可能做成一个新的组合 就变成了一个更大魔王 那会逃避现有的疫苗 这就在医学上面所谓的叫做抗原飘移 那现在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很多国家都在讨论 是不是应该要打第三针 英国就说了最快9月6号 要为3200万人接种第三剂的疫苗 那他说12月初大概就可以完成木苗 最像是50岁以上的成年人 在免疫上面比较不好的人 那你我都知道 现在全球已经有一个国家 再打第三剂了就是以色列 他们是对60岁以上的人来打加强剂 那总统已经在7月30号率先施打了第三针 而亚洲也因为Delta病毒肆虐 疫情持续的恶化 像泰国在7月31号单日新增1.9万人确诊 创下新高 而卫生部门就说 他们全国有六成都是感染了Delta病毒 而同一天在马来西亚新增的确诊 也超过了1万8千例 上百人高举标语 这上头是写着失败的政府 新闻一体被盖上白布 除了医院一路被送到冷冻柜 泰国疫情大爆发 医院燃疫死者多到不堪附和 上次出现这种景象要回溯到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 狼曼国际机场设立临时意愿 加快僧侣打疫苗进度 泰国从7月17号后到8月1号 每天都破上万例 曼谷和高风险省份防疫令延到8月底 实施范围从13省扩大到29省 马来西亚疫情同样不乐观 年轻人齐聚吉隆坡街头 要首相慕尤丁下台负责 因为7月13号后 已经连续20天上万例 累计突破百万大关 当局赶紧为移工打疫苗 怕能挡住破口 因为疫情已经重创 马来西亚半导体产业 工作力缺失 或者他们必须禁止 因为增加的情况下 在自己的工厅 会影响 马来西亚是全球半导体封测重症 占全球3%封测产能 包括Intel超过50家半导体公司设厂 再加上晶片物流因疫情延迟 下半年金氧半场销店 晶体势必将打绝货 孟加拉首都打卡 Delta变种病例激增 当局从7月23号起 再下达15天封锁令 不少人生计现困境 只能排队等领救济食物 眼看亚洲疫情升温 柬埔柏总理洪森要宣布 疫苗开打第三剂 50万到100万前线抗疫人员 优先接种 同时也启动 12岁到17岁青少年疫苗接种 至于南半球澳洲 7月31号昆士兰州对300万居民祭出的三天封城令刚结束 布里斯本延长封锁到8月8号 澳洲周波疫情来得凶猛让专家很忧心 在下上疫苗施打进度归宿 澳洲16岁以上不到15%完成接种 当局封城抗疫实属不得已 澳洲总理喊破喉咙 虽疫苗施打进展 承诺只要16岁以上民众超过7成打完疫苗 再办封城令可能性微乎其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一下从俄罗斯飞往南京的航班造成破口 导致Delta病毒入侵大陆 而且已经形成好几个传播的次中心 包括了扬州也包括了张家界 大陆专家钟南山就说 比起南京的疫情 他更担心的是湖南的张家界 再请一轮来告诉我们为什么 就在台湾疫情爆发 不少人很疑惑说中国大陆的防疫居然守得非常好 甚至也没有反扑的情势 但现在全世界各国的大魔王头号公敌Delta病毒 似乎已经悄悄的登陆了 这个破口是发生在南京的路口机场 一名清洁工他没有着装好完全的防护 所以他感染了Delta的病毒株酿成了扩散 其实这个事件也代表说 境外移入个案确实蛮可怕的 一定要在境外的这一关就要好好的防守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陆从7月以来 累计的是328例的本土案例 已经接近前五个月的总和了 真的让中国大陆非常的伤脑筋 而且你可以看到以这边南京为主 这个变种病毒正在往外扩散 北至大连和北京南到这个珠江西至成都 总共有10个省份都受到变种病毒株的影响 甚至7月22号张家界这边 还有一个魅力相吸的活动 吸引了2000人聚集来看演出 那有4名的观众因此遭到感染病毒 甚至目前人数还在扩大当中 这个大陆的防疫专家钟南山就说了 这就是多个传播的四中心正在扩散 他不担心南京 因为他认为南京是大城市 但他最担心的就是张家界 所以在8月1号的下午3点钟 就已经实行了封城 那同样江苏的扬州棋牌市这边 也是属于封闭的状况 所有大家很担心感染也会在这边扩大 同样是外界关注焦点 Delta病毒从南京往外扩散 主要是三名游客经过了南京的机场被感染 到了张家界又再感染给成都的游客 而成都的游客从湖南的常德搭飞机回到四川 又传染给成都机场的工作人员 而常德是因为有节目的编导确诊 导致在当地看过演出的700多位观众被列为高风险族群 大陆湖南省张家界本该是热闹景象 现在却必须把上万名游客都给赶回家 就是因为张家界已经成为南京之后 第二个大型疫情感染源 我是新增两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均为湖南省张家界返京人员 北京8月1号通报的Delta确诊者母子三人曾到张家界旅游 还在当地看了大型歌舞秀千古琴 这和日前爆出有观众确诊的魅力相吸 又是不同出了节目 当局担心疫情扩大赶紧直写 已经在张家界的旅客和游客 我们将重塑有序做好核山检测工作 根据检测结果决定是否离开我市境内 张家界关闭所有景区 形同准封城状态 还要游客全回家 但是回家之前必须要达成PCR三彩音才放行 这也让张家界室内紧急调派医护 挨家挨护到游客下榻的饭店帮忙检测 而先前有观众确诊的歌舞秀魅力相吸 剧场内2600个座位都是紧临在一起 这也让大陆的防疫权威中南山点名 张家界风景区这类的歌舞秀是现在他最担心的 而现在全区都得地毯式筛建 刚刚我们确诊的病例是都是从事这个旅游行业的 所以这个倒游 大巴车司机 餐饮的这些从业人员都是我们重点 魔法的对象 而且不止张家界 湖南省常德桃花园风景区的歌舞剧《香日桃花园》 也传出有编导确诊 而且他还跑去搭游船 曾经观看这9场演出的700多名观众 现在都被列为高风险人员 而除了南京路口机场以及相关接触室的疫情外 包括江苏 辽宁大连 湖南常德 四川成都 北京市都出现有过张家界旅游史或接触室的病例 这让各省高度警戒 北京全面提升管控层级 要进入北京的人 必须要备好48小时之内PCR阴性证明 提升进京管控等级 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 而且还有多达10个小区都是风区检疫 总人数超过4万人以上 这波Delta疫情又快又猛 同时在大陆多省爆发 江苏扬州也是形同准封锁状态 主城区内所有的公交车 巡游出租车 网约车 以及道路客运搬线和旅游包车临时停运 扬州还爆发了棋牌室群聚感染 当地火速下令所有棋牌室暂时关闭 这波疫情最难已经蔓延到福建 厦门海南省都有人确诊 Delta病毒在大陆全境爆发 想要全面防堵恐怕不太乐观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说到预约登机疫苗 民众是非常踊跃 但包括了AZ跟莫德纳都已经快要打完了 而之后的到货量又难以掌控 于是有人批评中央 说疫苗的施打顺序杂乱无争 列为专案造册的都还没打 又开放给各个年龄层来上网预约 不仅是数量不够 控管又多头马车 势必在先疫苗之乱 国内现有的AZ疫苗即将在第四轮用完 指挥中心表示第五轮接种以莫德纳疫苗为主 目前全国库存量68.9万剂 中央还有56.7万剂 这第五轮主要是给第一到三类对象和孕妇 间隔四周可打第二剂 差不多7万剂 只是仍有192万名65到74岁的长辈排队打第二剂 如果9月1号前没有新的到货 恐怕很难衔接上 政府心里面想的是希望冲第一剂 但是嘴巴里面说出来的 跟在预约系统当中出来的 还是在要讨好民众 要做第二剂 要打第二剂的意思 他也不敢明讲 他要制掉老百姓打一剂 所以变成说这个制度就变得很混乱 一会儿这个族群插进去 一会儿那个族群又不插进去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造成了很多预约的老百姓 就打不到疫苗 就是政策上没有办法定调 这个是个关键 感染科医师王任贤认为 中央政策定调不明 究竟现在是已冲第一剂覆盖率就好 还是第二剂也可以接着打 不要暧昧不明 让民众受尽委屈 而根据指挥中心截至8月2号统计 全国意愿登记完成总人数 有1200多万人 复选AZ或莫德纳的有600多万人 占比51.39% 单选莫德纳的是400多万人 占比33.98% 因为莫德纳疫苗所剩不多 恐怕也很难提供第一剂来用 我有能够去确定台湾未来的一个政策 到底是要两剂相同疫苗 或是要混打 这样才能够定下心来 去预约疫苗的种类 跟疫苗的一个注射时间 所以指挥中心其实必须要去确定一下 到底不同的疫苗的一个注射 有没有什么医学上的理由 要注射特定疫苗才行 或是说全民打疫苗都没有关系的话 或许就应该可以考虑 把疫苗的一个选项把它取消掉 让大家就按照预定时间去注射 然后每一次都保留足够的第二剂的注射量 这样才能够让疫苗登记的一个混乱的情况 能够降低 不管是AZ还是莫德纳 台湾都可能要面临疫苗空窗期了 而食药署8月2号宣布 首波4批高端疫苗已经完成检验 核发封肩证明书 总共26万多剂疫苗正在进行封肩作业 那不管是AZ或者是之后的BNT 都是通过我们的食药署 EUA紧急授权使用通过 那高端疫苗也是通过紧急授权使用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高端疫苗就可以比照 它的三个疫苗来处理 该纳进去 大家可以最后是打个牌区就纳进去 不会另外考虑 疫苗到货量 疫苗预约 疫苗施打目标 环环相扣 政府恐怕得想清楚 而不是变来变去 让民众心情上上下下 TVBS新闻 柯盛雄王一杰台湾不到 在疫情趋缓 各行各业都期盼能够迎来 暴富性的消费 所以政府也打算再推出振兴券 甚至加码到五倍券 而总支出可能会达到上千亿 但有专家建议了 针对受创比较严重的产业 来进行个别纾困 让钱花在刀口上 我们这个到时候 隔板今天都要把它放好 下期塑胶隔板仔细量测 桌与桌的距离 要维持1.5公尺宽度 原本容纳50人的用餐区 减半成25人 餐厅内用的防疫规范 一再演练 要准备迎接顾客回流 本土疫情升温 让业者苦不堪言 60年的餐饮老店 也只能靠外带苦撑 这样的惨况 全台各大商圈无一幸免 全台三级警戒两个多月 很多店家的声音都非常的惨淡 像是在东门有康商圈这边 从6月到现在 已经有15家店关门歇业 现在逐步解封之后 业者也期待可以迎来报复性消费 而以行政院纾困特别预算来看 还剩下1600亿 所以也打算再推出振兴券 来促进消费 而去年是推出三倍券 现在打算再加码推出了五倍券 不过这对店家来说 有加成的效果吗 去年的经验是有一定的帮助 可是其实效果真的没有那么大 你说提升业绩百分之五吧 商圈业者对振兴券感受不大 但看看经济部的报告 2020年发放的三倍券 截至2021年3月31号 满而回汇大约1764万人 累计消费达到102亿元 平均每人消费5785元 预估可以达到1300多亿的经济效益 终止连续五个月的经济负成长 年增2.5% 如果再加码成五倍券 吃出的金额可能将逼近1100亿元 其实它就是我们花一千政府给4000 所以政府补助是一个人是4000块 那如果我们用2009年的消费券来看 当时候是800 花出的大概是800亿 然后产生的效果大概GDP的0.2到0.6 所以如果我们这次用1100亿去算的话 那大概会让GDP成长率会增加 0.3到0.9左右 相较去年疫情影响 这次三级警戒内需消费更紧缩 专家分析振兴券也得真正 依据在受创业者身上 让五倍券有真正的五倍加成效果 三倍券平均起来将近有1.9倍的一个 扩大的一个消费支出 政府打算推五倍券 或者是更高的一个消费券的一个比例 肯定对于整个消费市场是有帮助的 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消费券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完善台湾的电子支付系统 可以维持五千块的五倍券 另外根据一文产业 我们需要加强的可能有易放券 或者是运动产业最近比较萧条 有一些动支券都有可能来增加消费 关键还是在于产业上的补助 尤其像我们讲餐厅夜市会展 然后旅游还有电影院 这些个别产业的补助的效果 如果能够出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可以达到 专家强调可以考虑依照受创产业别做振兴 毕竟振兴券用意是刺激消费 该怎么让钱花在刀口上 才能对业者对民众都有帮助 人得甚甚评估 TVB的新闻华正审刘军台北采访不懂 只是行政院规划的五倍券 除了经济效益受到检视 行政成本更得要注意 因为去年三倍券 光是行政成本就要二三亿 很多人问为什么不直接发现金 召集摊商代表开会 仔细听简报交流意见 眼看疫情逐渐露出曙光 想重回经济热度 不能光指望政府振兴 商圈也得拼自救 数位化绝对不是一个趋势 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 化券这件事情确实就是一个成本 这样就烧掉一次性太可惜了 它的制作成本太高了 延续前一年的三倍券形态 行政院规划发放振兴五倍券 以底定采一千元换五千元方案 同样以数位跟值本同步并进 但不管几倍券仍有高达近七成民众 挺直接发现金 讲到数位化是趋势之外 其实行政成本也得要纳入考量 当年马政府发放消费券 花费高达19.6亿 去年蔡政府发放三倍券 更可观了 花费将近23亿 把时间往前推 2020年6月 行政院长苏贞昌得意宣称 三倍券行政成本只有9亿 但随着过程费用的增加 来来回回 最终花费近高达22.56亿 当中90%以上都是一次性预算 包含了印制 发送 兑换 还有行销 上次有很多的券消费者因为不能找零 然后因为一般夜市小吃的消费金额比较低 所以当它的券的面额比较高的时候 其实真的在弹上使用上会非常的麻烦 都是认为说直接发现金会比较实在一点 不如把这二三亿也拿来发比较实在一点 三倍券如此 更何况是五倍券 不仅花费高 一券振兴 除了使用方法 复杂衍生诸多争议 大牌长龙领券现象更如噩梦一场 加上县市政府各自加码 形成地方财政负担 找零规定不明确的问题 也引发不小混乱 用的一分一毛都是人民的纳税钱 要是能省下巨额行政成本 能发挥的空间势必更大 二十三亿元等于是平均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每个人再多出一百元 难道这些成本不能省下来吗 不能不要浪费吗 不能可以用更好的利用吗 我们也说看到这一次中华队表现那么好 二十三亿元如果说不要应券 发放现金 二十三亿可以完全省下来 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中华代表队 二零二四年的巴黎奥运 来做更有效的培训 以及移动跟做商务舱等等的规划 举近期最夯的奥运来说 自二零一八年 体育署编列十二亿经费 启动黄金计划 来备战这一次的东京奥运 以得牌数来看 的确有加分效果 要是能省下更多不必要行政成本 二十三亿甚至更多 转投入二零二四巴黎奥运 重点栽培计划预算 包含了国训中心增添设备 选手训练 待遇比赛奖金等等等 还能加强提升竞争力 与整体环境的力道 振兴经济与奥运真光 看似没有相关 但其实同样都需要资金挹注 而除了大内宣 在预算上 如何投以所需位置 有效发挥到位 更是身为政府的必要考量 TBS新闻 崔仲勤 从越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T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